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們講為事,講轉世成智 當然就是轉心所,變成智慧 心所呢,第一個心所就是片行 所以在為事論裡頭,請大家把它記得 就是片行有無,處,作意,受,想,失 這五個因素 大家跟著我練 片行有無,處,作意,受,想,失 再來一次 片行有無,處,作意,受,想,失 再來一次 片行有無,處,作意,受,想,失 但是,我以前年輕的時候,老師就這麼教 可是,教完了,我並不了解 處,作意,受,想,失 有那麼豐富的意涵 跟我們生活分不開 那要很長時間 這個,自己也摸索 也從這個,好多,這個租商展老那裡去學習 那麼,才慢慢感覺到說 喔,原來,為事這個有中的 這樣子的一個,一個修行法門 其實是通到空中這邊來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這麼講說 是真空妙有的 我們上個星期給大家談到前面那兩個因素 這個片行的,第一個是處 第二個是作意 處是你接觸的人、事、物 它影響很大 尤其是接觸的那個情境 你到我們安和福音院這邊這個講堂來 你就接觸 那你在這裡接觸的時候 你的法系自然就會來 你的法系來的時候呢 那麼自然而然 你自己,這個,這個,身跟心呢 就會跟它互動 所以,這個,我們腦子裡頭所想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器官,每一個細胞都有受體 所以,你來禮拜一次 公布唐捐 這個,這個經典上就是這麼講的 就是,你在禮拜的時候 因為你接觸這個法地 你接觸了佛法,佛法生 所以,這個觸自然而然就會到你的心 也到你的身體裡頭來 那麼,我們說,觸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在修行上,觸是這個樣子 但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那種美妙的處,你可不要,這個,讓它流失掉 昨天,你看他說,哇,都是沙塵包 你們是坐著眉頭呢 還是,一方面,把口罩戴著 但是也出去外頭看一看 說,那它到底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能真正地把握你生命的當下 你接觸任何一個東西 任何一個情境 任何一個人 都有正向的 都有美好的 就拿說這一次沙塵包 我記憶中覺得我兒童的時候 也是有一次 我們鄉下人稱他叫做裸頭 裸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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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頭 過年左右的時候 一直到差不多三月 農曆的二、三月 二月底、三月那段時間 差不多十年 禮花盛開的時候 如果是那個裸頭、裸頭、裸頭髒時 你整的裸頭全部養不解 因為白色的裸頭 白色的裸頭 那個洁白的裸頭 上面就一層這樣黃黃的 然後大家就醜眉苦臉 這樣子 可是这个自然的一些现象 你会去欣赏它 因为来啦 你不去欣赏它 白白不去欣赏它 你那里就没结果了 就很惨了 还没去欣赏一下 要不赚了 各位 这个生命世界里头 你要了解 这个禅的禅法 其实跟为世的这个叫法 一个是从有的角度进来看 一个是从空的角度进来看 但它的交汇点 就一个 它知道这些事情过了 是空 但是当下却又拿起来 我们看了 处这件事情 你会领受到很多 这个 过去 这个药山委员禅师 唐朝的药山委员禅师 那么有一次呢 是这个李敖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李敖 是唐朝的那个李敖 他很仰慕他 就特别去参访他 本来想请他 这个到这个 到现在 到这个支县的地方去 去红法的 但是他没有去 所以他自己跑来 要来请法 他来的时候 他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什么叫做道 其实道就是生活之道啊 什么叫做道 他跟他讲 云在青天 就是手比一比啊 就是青天啊 上面有云 他指的是那边 然后要把所有指律 刚好指到一个 一个花 花瓶 里头有水 他要指 这一位显太爷李敖啊 就开悟了 他就开悟了 你知道他开悟到什么吗 就很简单 无论你在忙 有论你怎么样 碰到什么事情 请记得 周边你仰起头来看 仍然有悠闲的云 你去看看 那些花草树木 或者是花瓶 其实都还美好 你不要忘了 那个当下的生命啊 就是这个事情啊 所以他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是传述 药山为人禅师 非常传神的一首诗 他怎么写呢 他说啊 念得身形像贺形 念得自己的身的 他大概已经年纪大了 有一点点 就是轻受 可是又觉得他像贺一样 所以念得身形像贺形 千诸松下两含金 就是他的道场的旁边 有很多松树 千诸松下两含金 放了两含金在那个地方 我来问道 无余说 我来问道是什么 他没有说别的 云在青天 水在平 也就是 重点就在于当下 此刻云在青天 水在平 此刻你正在听 而这个听 你感觉的欢喜 你觉得自己能来 而且你能走得来 坐着车子来 开着车子来 而且你能腾出时间来 这件事情 这种生命的赞叹 你可以不赞叹它吗 正因为是如此 所以你的心境就不一样 但是他也很清楚 生命这一节生命很短 他所能接触的 生活中所能接触的 每一样东西都变成美好 你去仔细去看吧 你所接触的家人 其实某些地方 也许你并不满意 但是某些地方 你应该珍惜 真的很难得 他就是如此 你所碰到的 这个在工作上 或者是这个平常 待人接物上所碰到 不管是顺是腻 我们能如此去看 透过这个处 去转世成智的时候 他就不一样 所以片行流五 第一个是处 第二个是做意 又称为注意 又称为着眼点 如果拿起镜子来 一直都在看自己 有些斑 或者是有一些鱼尾纹 或者是怎么越来越胖 那你心情一定不会好 因为你做意的点在那个地方 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 说我看起来还蛮轻松的 虽然胖 但是还蛮轻松的 轻松的人 再怎么胖都胖 不会太胖的 而且轻松的人 也比较不会 这个产生那种 暴隐暴食的一些现象 都比较不会 就是你做一点去看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怎么去作意呢 我们碰到的事情 有一些有善 有些有恶 有些有事 有一些是非 有一些是好 有一些是不好 可是如果我一定是 做意在一个点上来看的时候 完全用我的一个看法 去做意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就会被那件事情 完全的套住 但是我做意的点 如果我能够做意到 正法 我们讲正法眼障 也就是正法眼 也就是智慧之眼 障就是如来障 其实正法眼障 这四个字 是为世家来讲 会更为美妙的 但是正法眼障 是禅家说的 可是禅家从来没有离开为世 因为上次给各位谈过 从出中途的达摩开始 一直到无阻红人 他的传心的 印心的经典 一直都是嫩结晶 嫩结晶是为世的经典 它不是空中般若的经典 在我们的分类上 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这两个是相通的 做意的事情 比如说你打坐 我们打坐 我们平常如果比较紧张 比较焦虑 比较纷繁的时候 你只要坐下来 很专心的听你的呼吸的声音 你只要听三到五分钟 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 许多 心理学的实验 是这样子的结果 老参修门也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你很烦的时候 或者很忙很焦虑的时候 休息一下 然后放松自己 然后专注地去听自己的呼吸 让呼吸稍微长一点 它很快就会安定下来 可是这个是一个注意这个呼吸的问题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圣言师父 晚期一篇一本 这个很重要的 很开启发性的 那就是观音法门的这部 这部著作 它是主要是 以这个手冷眼睛里头的 观音元通来谈这个修行的 手冷眼睛这部经 你看起来是空中的经典 但里面有很多是有中的 也就是唯事的要义 那你看啊 我们在谈说 这个 这个 谈观音的 这个法门是 我们 用反文自信 透过我们的文 文信 而这个文信 一开始的时候 是文呼吸 听自己的呼吸 用这个耳朵来听 听这个呼吸 可是听这个呼吸的声音 听这个 然后去擦那个听的 那个 在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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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闻者 也就是 我在听的这个上头 那个 那个源头 它就是 每一个人 都有的佛性 所以你做一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开悟 你看啊 我们讲 在禅堂里头 我们 这个 会讲说 这个 这个 透过反文自信 来 来 修行 那反文 这个文 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 这个 这个反文 但是 餐堂里头 坐啊 坐啊 不是观呼吸 他 说你 坐在这里 你现在想着 已经死掉了 然后 这个身体 肿胀了 腐烂了 风吹雨打 只剩下白骨了 最后 把这个白骨收起来 敲一敲磨成粉 但是还有一点湿气 所以要把它放在那里 在太阳下 把它晒一晒 没想到 就在晒的时候 一阵那个 轰烈风 小的龙卷风 噗就把它卷走了 然后 从长 这个 主妻 的和尚 这个时候 他 会告诉你 你练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那你边练 边听着 注意着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要你说 参念佛的是谁 就是 念佛的是谁 不是我们 一般是谁 信是谁 不是 是念佛的 南无阿弥陀佛的 那句话的源头 所以叫参话头 参那个话头 那个注意点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参气道 你有一个 不属于 你的眼耳鼻舌 生意互动的 这一些资料的后头 有一个你如如的自己 你此刻当下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 你现在就已经接触到他了 但他也是作意 你着眼点在哪个地方 你就很容易开 有人稍微一点 然后就开玩来 哦 原来 我的最后的 那个如如的 那个法性 或者佛性 原来是那个光明性 整个的 如来 法性的一部分 而我则是 那个部分的 一个小小的 一个 一部分而已 但是 我如同他 而他是如此亲近 没有任何的沾染 而我们 之所以有自己的名字 在这里生活 有自己的行业 有自己的种种的 这个 对自己的一些描述 这些我 这些我 一个是法 的 一个是我 所以两者 我也空了 法也空了 空并不是不存在 只是我松开来 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佛性 我们接触到自己的佛性 是 当我们接触到这个佛性 并不表示 我们并不在这世间里头生活 我们仍然还在世间里头 处理好多事情 还要不断地学习 薪资 就不断地 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个东西给困住 我们会活用它 它像我们的工具一样 但是用完来拍拍手 会走开 作意的点是如此 所以禅的 佛法也谈到禅的 这个禅物的这部分 并不是只有 我们 这个佛法 讲 这个 这样说 有一些 不是在 不是在佛教里头 但是有一些 这个 这个 古德 先贤 他们也会参透到这一部分 也会参透到 你看 美国开国的时候的那个富兰克林 他一直都维持着受美国人那么尊敬 富兰克林是一个非常聪明 他是一个乡下很穷的家庭的人 他十二岁 他就已经开始会写文章 而且会用写的文章 像做杂志或报纸这样来卖 他就会赚钱了 然后后来他变成一个大的报社 打了一个出版的事业 很大的 他的学习很多 可是富兰克林在他的传记最后 他写他传记的时候 他给自己的传记前面讲了几句话 那几句话 我很感动 他说一个人 好好的努力 去做一些事业赚钱 做一些事业 那是应该的 但是 要有节制的去享用 慷慨的跟别人 输财分享 最后拍拍手 走开 你不觉得他真的声东空的意涵吗 语言不同 国度不同 但是法性不二 他就这样 所以 我们能了解说 在修行上 我们注意到处 我们有个很好的道场 我们能有圣员法师这样子 我们可以他来带领我们 到现在他还在带领我们 这都叫做处 你平常生活当中 你选择的这个人情境各方面都叫做处 作意就是你对一件事情 你的着眼点是怎么看的 你可以从很悲观的来看 你周边的事物 不管是顺得腻的 有的人是顺得来 他还是悲观 这哪有什么好 他会这样想 但是有的人就是失败了 他觉得 我还学到教训 你从那里面的 嗯 又来的 有的 有的胖子 找到里面的 牛走输了 从牛群里头再去把他找回来 这台语有些话真的很生动 你不觉得吗 说有的胖子 找到里面的 在牛群里头去把他找回来 所以有的胖子不是在那里 是去找到里面的 就从牛群里头再去把他找回来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那个做一点正向 做一点能够注意到我们的正法里头来 那修行自然就得利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 那么把上个礼拜 我讲的稍微再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接下去谈 做一受 这个受其实就是我所感受到的 大部分都是情绪的东西 有喜有乐 如果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 触目欲远所胖大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心情上 我的感受上 是觉得 这个自己常常觉得是不安的 那他就会 这个不安就会发展成焦虑症 当然不见得一定是严重的焦虑症 但是会焦虑 因为 焦虑的背后 就是 一个不安 可是如果我对一些事情 我很无奈 我很无助 为什么无助呢 我想要 但是我做不到 我想做什么 我也做不到 我知道我根本没办法 那叫无助 心理学家们 把这个无助 就是 helpless的 这个状况 他把它 了解了以后 一个人只要学会了无助 他的心情变得很无助 这样子 很无奈很无助 什么都没办法 这个人 他就会比较忧郁 重的话就会变成忧郁症 所以我们在接触 种种的事物 那么在我们的待人接物 来自于我们工作 或者生活之中 如果我感受的东西 是觉得很无奈 那心理学家的 给他那个名词叫做 习得的无助 这个无助不是本来就无助 是我们自己 学来的习气 这个习气 使我们变得很无助 这个习惯是我们自己弄来的 无助 如果我在成长 我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我们本来 本来就有点天生的不安全感在 因为你要维持这个生命 维持自己的生活上 所要去操作的一些事情 你怕失败 怕受到威胁 自然而然就会 有一些这种 不安的这种现象 有天生的不安的这个倾向 但是这个人如果一旦增强 变成习惯性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安 做什么事情 一开始就先想到 没做生意就想说 如果后来要安装 那个人就不用做了就对 要出去哪里说 不过度尊就想说 如果尊垫在那里怎么办呢 如果要去山里说 如果去山里加到那里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人呢 就有一种天生的不安 就会使他变成一种绑索绑脚案的一种焦虑 这些东西慢慢会迁移到我们的待人 我们不敢去跨出去跟别人来往 沟通或者是形成一个好的友谊 创造彼此之间合作 双赢 这些机会慢慢都没有掉 我们跟自己的家人 有时候也会这样 各位 家里 这个媳妇一进门 她也怕怕怕的 不晓得怎么跟公公婆婆讲话 所以 她本来怕怕的时候 你就要保持一种比较 有一点安全感的 那样子的态度 去彼此沟通 建立一个彼此之间 可以算是比较有温暖的 感觉到是 这个受到 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支撑照顾的 然后以后什么事情都比较好谈 但是我 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 我老师跟各位报告 家家 很难练的一部经 就是刚开始那部经 那部难练的经 就是一开始 他就搞妞了 所以才变成难练 所以人 我们的所谓的 这个受这个事情 他我们来看看 我们平常之间 我们不是不经意 都以为用自己习惯性的受 来看东西 这个 Norman Anderson 这位心理学家 他收集了 二十几篇的研究的报告 然后他就把它 他归纳出来 他告诉我们 他说 这个焦虑 忧郁 还有敌意 我们的感受里头 还有一种敌意 就是 我一看到你 我就觉得我跟你 是对立的 我没有办法跟你用 一种很安全 很有仪的方式 所以你稍稍讲一点话 好像跟我不同 我就会觉得你好像在批评我 你不安好心 两个人之间 只要有这个讯息在的时候 这两个人是 很紧张的 是很容易撑怒的 你仔细去看 贪 撑 吃 慢 乙 邪 邪见 其实 都是从寿 那个地方来的 所以 贪 撑 吃 慢 乙 邪见 在我们后面 有所谓 叫烦恼法 我也是 你会跟我们讲烦恼法 它是属于大烦恼法 我们荣厚在说 但是 大家注意的就是 我们 一旦有了不安 不安了别后 慢慢形成焦虑 我们有了无助无奈 自己的 这个 自我 效能呢 也会感觉到越来越低落 然后 跟别人之间 有敌意 这三类的人 研究上发现 这些人 这个东西 跟一个人的 免疫力 是一定有关系 也就是说 免疫力 容易低落的 大概这三个东西 都会比较 负面性都比较大 都比较强 死亡率 就是这三个都 比较高的 死亡率 每一个年龄层的 死亡率都比较高 它不只影响健康 影响寿命 那么这个慢性病的罹患率 也都比较高 所以 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里头 讲到受这个部分 我们要注意 它不只影响我们健康 它会影响我们的想法 影响我们的行为 它影响我们的很多 所以 受这件事情 我看像 特别是 受这个部分 属于敌意这部分 所以我们 我们佛法 为什么常常讲说 慈悲为怀 不要 不要产生一种敌意 恨 来对待 别人 或对待 整个环境 或对待这个社会 有很多人心里面的恨 或者是对立感 是很强的 那么其实这样子的人 他也比较容易罹患心脏的疾病 心脏血管的疾病 那么这个 优塔大学 这个杜克大学 这一方面的研究 这个论文特别多 他特别提到就是 尤其是 我们人 一旦有了这个恨 有了这个敌意 放在心里头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的健康 免疫各方面 都会变得很差 也会影响人际关系 也会影响对一些事情的判断 各位 心理学只讲 这一期的生命的现象 但是为事不是这样 为事是 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懂的 能够有了以后 没有把它洗涤出去的话 不把它转世成智的话 它会变成种子 种子就存到哪里去呢 它一熟到 我们的阿赖也事里头去 我们第一天不是跟各位讲 阿赖也事 莫娜事 然后前面有六世 是不是 那它会一熟到那边去 那它呢 也许在这一期的生命里头 在别的地方又出现 也许你下一次又 如果 又成愿再来的时候 那些东西 它 接触到某种事物的时候 它会变成现行 直接现行出来 就是 内在的那个第一恋 它就会影响 我们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在佛法里头 它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慈悲 而不是要有一种包容性 来生活 我们即使意见不同 但我们并不见得 一定要 争锋相对 尤其是杀业 而这个杀 这个 我们讲 杀就是产生暴力 是不是 我们可以变成 这个 这个 语言的暴力 我们可以变成肢体的暴力 我们可以在这很多冲突的暴力 但是 那些东西通常都是由 敌意而引发的 所以 世间的灾难也从这里来的 所以 瘦呢 我们一般的人 内心里头多多少少 这个 这个瘦里头 我们希望是 都是喜乐 发喜的 而不是 存着是 这些 敌意的 不安焦虑的 无助 无奈 我们不希望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我们来看 就是 这个杜克的 大学的一篇 报告 它很有意思的 它说 它们从 1960年 一直追踪到 1980年 它追踪了 个案 有 两千多个人 它们发现 高敌意的人 就是敌意比较高的人 那么 它们 这个 死亡率 是 一般的人的五倍 所以 内心里头 是 对自己的伤害 所以 佛一教经理头讲说 有如仰天而拓 就是 你对着天去吐痰 结果 那个痰下来了以后 就落在你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 这个 一教经理头 谈这个事情 对别人的 这个对立跟恨 他讲的就是这么 这么样子的 这个生动 所以 这个 我们的 瘦的这个部分 对现代人来讲 我们还有一件事情 也就是现代人的工作 多紧张 而且 排得满檔 我看 年轻人都很辛苦 嗯 我有时候 以前 我会常常在年轻人 或者在学生的面前 讲说 我们以前有多辛苦 但现在我不敢讲 我发觉年轻人真辛苦 他们怎么跟我说呢 他说 老师 你们那个时候真的很苦 那是经济生活很苦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啊 整个的一个心灵的生活啊 很苦啊 我们工作负担那么重 工作的时间拉长 没有工作的时候 走没工作 有工作的时候 也是做到外休息 竞争这么厉害 所以 我们现在人真的才辛苦欸 你说对不对啊 对 也是苦 所以 到处都有苦 没有错 可是有了这个苦 这种苦叫什么呢 叫压力 你的工作有了压力 我们心理学家都讲说 你有了压力 你的感受好不好受 不好受 但是如果有一个工作 有的人工作做的 他压力并不大 我想楚吉菩萨坐在这里 他工作 我知道他工作很重 但他不会 但是有的人呢 是没有做什么 他压力已经很大了 所以有的人像大卡车 他可以 可以载重比较大 有的人不是 他就像 那个手推车一样 这个是稍微重一点 他就冒起来 有的人甚至于可能是 儿童的玩具车 他扛不动 根本不能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对压力也有不同的感受 原则上一个人 你多给他一点压力 他就会 多发挥一点潜能 多产生一点效果出来 而且也 自己也增加了 蛮多的一些生活的经验 也从那里体验到更多的一些生活 工作 待人接物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知识 起来 但是 你把它一直增加 增加到一个 某一个限度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提升 它不只不会提升 它会慢慢递减 压力越大到某一个程度了以后 效率就既递减 生活的品质就开始掉下来 健康的情形也开始会受到影响 就往下掉 掉到有一段时间 它会崩盘 压力很大到这一段时间 它会崩盘 崩盘的时候 也许是身心受到比较严重的一些创伤 那也是一种创伤 可是在这个地方 心理学家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为世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 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把事情看清楚 他说 我们碰到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要碰到事情 但是我碰到事情第一个所产生的 我的感受是觉得 他对我有威胁感 我被那件事情 好像他那件事情对我有威胁感 我怕弄不好 或者是我怕 这个 这个 到时候 达不到我的要求 或者是我怕把这件事情弄砸 所以第一个是 那件事情对我有了威胁感 这件事情 任何 不管是哪一类的 在工作上 或生活上 或者是 这个人际关系上 你感觉到第一个是 感受到 那个人那种讲话 对我有威胁感 那我的压力就来了 不要讲什么 他只讲一句话 我就威胁感的时候 我就来了 可是 你不觉得 你觉得 黑的蓝宫为了 偷向偷向 你不觉得 你没有那种被 被他 威胁的那种感觉 那你还是会听下去 听完了以后 还要跟他讲说 也可以照你的意识做 也没什么不好 而且那一个人 以后可能还对你非常好 包容度很高 敌意也减少 他说 他没有那个威胁感 我们要去做一件 要去考试 我对考试本身 对我有威胁感 它就会产生考试 一种叫考试焦虑症 我觉得 有这种考试 威胁 受到考试压力很重的 这种威胁感的 这种感觉的人 要考试之前都很紧张 而且有时候手都 都 都写东西握笔都握不好 你说到底你是怕什么 我还不知道 那件事情对他有威胁感 你不要说什么 一个屋子里的黑黑的 告诉你 你进去 你不敢进去 无论如果你非进去不行 你只好捏锁捏脚的 慢慢慢慢进去猛锁出来了 有全身都是汗 为什么 威胁太大了 全身的这种传导物质 全部都动员 随时随地 要面对那个威胁感 第一个是威胁 第二 在工作上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威胁我没办法控制 也就是我的经验 我没办法控制 那么 我感觉到没办法控制他的时候 我内心里头的 那个 那个 这个压力就会越大 因为我觉得我的自己 这个 对这件事情 我很无奈 我没有这些知识 我加上了一些 无助在内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忧郁的东西在内 所以 我就差不多 几乎压力 每天压力都很大 我常会碰到 这样子的人来求助的 就是 嗯 我老师我压力好大 我说 哦 坐下来慢慢谈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那么压力那么大 人都免不了有压力的 对 他谈谈谈 我发觉 他真的 他真的没有什么 他已经把工作辞掉了 他 压力还是那么大 所以 压力这件事情 不见得一定是 具体的面对某些工作 是心理上一直感觉到 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 就是 我们讲瘦这个部分 他的压力就会很大 过去 我会碰到这样子的人 有一个人 他跟我谈了 他说 老师 我很想 他是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老师 他说 我 这个 很想 这个 半流子甜心 压力太大了 他要办流子甜心 我跟他说 不行 你如果要办流子甜心 你就不能找我 我这里 必须要先 维持不动 然后 慢慢 来 这个 透过 这个 智商的 一种方式 来改善 但你把他用下 我没有 我这里不是 不允许 这个 我的个案 一开始就这样做 但是 但最后 他还是 真的去办 六子甜心了 好不容易办 他又来了 然后 我现在好苦恼 我说为什么 他说 现在看起来 比去学校 原来上班的时候 压力更大 为什么呢 谈下去以后才知道 他一出门 人家就问他 你怎么在这里 在这里 你不是在学校打车 是怎么不去 是身体不错 不是 他说 没有了 我现在已经流子甜心了 大家都问到一句变了 他又觉得这个东西 觉得很不好意思说 压力就变成很大 说老师 我现在压力过得大 我那时候听你就好 我说是嘛 我就跟你说 你都要听我 你就没有听我 就是这样嘛 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然后谈下去以后 他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他流子甜心了以后 他没有收入 经济上又多了一个 另外一个压力再过来 所以人 这个瘦的这个部分 如果像 像收集垃圾这样 去收集负面的东西 通通把它堆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就变成垃圾车 人家那个真的坐垃圾的 算是建设性的 但是你这个情绪上 变成垃圾车了以后 就整个 垃圾也没得到处理 整个都变垃圾山 就会这样 这个瘦的东西是在这里 但是我们却也可以感觉到 瘦也会变成法喜充满 我们有了信仰 我们接触了正信的佛教 我们有好的师父领导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法喜充满 我们觉得 我有了佛法 我自己 内心里头 觉得非常的安定 有一次 好多年前 我还在教育部的时候 有一天 这个早晨的这个时间 他就要我早一点去 他就访问 就谈到宗教的信仰 他问我老师 你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视宗教这件事情 你本身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宗教 我说很简单 有了这个信仰 有了这个宗教以后 有靠山 那次访问我下来 播出去了 我讲了 这个有靠山 有安全感 有了方针 有了方向 内心里头 有一个永远跟我们 可以去 这个 洗涤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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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载 我在讲这事情 结果 我才出门 电话就 打开就响了 我的朋友 好几个人打电话跟我讲 他说今天 我在电视里 刚刚看到你 我说是我刚才出 这个 录影间那里 怎么样 他说 言简易该 言简易该 确实是这样 你有一个信仰 你有了信仰以后 他转动你的受 他转动你的受 你知道 当你有觉得 受威胁感的 那种压力的时候 你觉得 嗯 我 这个 连连观世音菩萨 我有观世音菩萨 可以靠 你们一定会问我 我说老师 你会不会求观世音菩萨 你会不会求菩萨 我说会啊 怎么不会呢 嗯 我也有 有时候碰到 一种 不晓得 不是我能 完全掌握的现象 那我会 我也会 为这个 这个 我的 来跟我 谈心理问题的人 我跟他讲说 你 你 这件事情 你要安 我现在在这里 替你求 这个 这个 祈愿 为观世音菩萨 然后 我就 合掌 他也合掌 我练一句 他练一句 练完了 他就好多了 好多了 所以 我们 受呢 有正向的 有负向的 但是我们免不了 就是说 正向负向 是参查在一起的 如果 负向的东西 一直卷着我走 我就会 变成 被他困住一样 一条绳子 然后绑着你 困住 那 我如果 从你转一个 念头 朝正向的 方向来的时候 那 我 又 有一个 全新的 一个 视野 面对在眼前的 又是一个 比较正向的 一种态度 心情 也会变得 比较笃定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 你要 念念 事观音 念念 生生是弥陀 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 这个 能够 有这个 掌握到 我们 所谓 受的这个部分 能够 把它 这个 这个 掌握得 好一点的话 那我们的 这个修行 自然 就会 这个 得力的很多 这是一个 受的 问题 那么 受的问题 大家要注意 我们讲说 受戒 有受戒的戒体 有戒相 有戒用 那么 你受戒的 要去受戒 要皈依 要受戒 你的心 必须要保持 清净 要保持清净 欢喜 然后去受这个戒 以后的这个戒体 就是清净 欢喜的 而在守这个戒律上 也会比较得力 所以 有时候 有些人想出家 他跑去 跟我谈 他说老师 我想请教你 我想出家 我说 很好 你请坐 这个 你要出家 动机在哪里 他说 我 人生已经都看破了 我说 哦 是怎么回事 他说 这个 很多的 这个 事业 他的事业也没弄好 他的 这个 这个爱情也没弄好 所以 他 看一看 他觉得 人生实在也没什么好 怎么样 好珍惜的 他说 他准备好 真正看破了 要出家 我眼睛上这么大 跟他这样说 不行 光是你现在这个出发点 你的出家就不会 不会成功 因为你的心 你的出发点 将来所形成的 那个体 有杂烂 不可以 应该是 变成欢喜的 我要去学佛 这个 学佛 不只学佛 我将来要洪化 我要拥抱 一切 这个 有情众生 我真正要去帮助他们 要 要有这个菩萨愿 然后你才能出家 我说 你还是先把这件事情 把自己先调理好了 你要出家 再出家 你不能再这样子 就这样子觉得 好像万念俱灰了 然后你就以为这样可以出家 这样不行的 所以 那一个 受的东西 我们 有时候一起 这个 做 定课 或者是我们做法会 我们在 唱这个 战的时候 或者是 念这个 共勉语的时候 你要真的把心感觉到 欢喜来念才可以 因为你的受在影响它 而这个受跟你的作意又结合在一起 又跟你的处结合在一起 所以 我们参加一个法会的时候 很欢喜 对 法喜的心 感觉到一进到 这个佛堂来 或者是法会的会场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 我连我的身体都觉得 每一块 我的细胞都在 都在喜乐 那样子的法喜 充满进来才好啊 心欢喜了 你的每一个细胞就欢喜了 就是这样啊 你不觉得吗 你比较欢喜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别人都会讲 我看你最近 好像很春风呢 对 你如果有头跟面子 别人也看得出来 别人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看你最近 好像叭嘎叭嘎 对 叭嘎叭嘎 就是 心里没有打结了 你的瘦也开始不好了 是不是 所以要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一个转 透过一个智慧把它转过来 我们会不一样 我们就要提醒一下自己 常常提醒这些 这个功夫就是死死清浮事 莫死惹尘埃 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了 那我的正向的就慢慢就会出来了 所以那个是瘦的部分 你念佛的时候要感觉到念佛也会念得很欢喜 那个也是瘦 也是瘦 拜佛的时候要拜得很欢喜 那是瘦 那好 处做一瘦想 很重要 是不是 你看想其实 在天台家族说法里头叫 子观 子就是清静 让自己安定下来 修定的功夫 观就是修慧的功夫 但是观其实就是观想 你的想法正确 你的感受就会好 你的着眼点也会正确 你那个环境本身的 接触那个环境 不管是顺势逆 你接触它的时候的那个正向 改变它扭动它的力量就大 所以 这个想本身 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 我们看了 你所想的东西 一定会影响到你的情绪里头来 所以 我把两个东西一起 变得来再来看 我这里讲义里头 提到一个事情 提到说 你带一点欢喜回家 你 你回到家里 推了你的家门 一进去 要推进去的时候 你心里面 有一个想 说 我要带一点欢喜回家 只是这么一个念头 一个想而已 然后 你可能 脸部稍微按摩一下 清一清嗓子 门一进去 看他家里的 老老 少少 大大小小 有的是小家庭 有的只有 两个人 但如果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你一个人住一个斗市的话 也是一样 你要开门进去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家 你的家是一个清静之地 要用欢喜心进来 而且要想着 自己是回到家安定下来 要这样子想 要这样观想 他才会合起来 我过去啊 在工作很累 很忙 很纷繁的时候 我体验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 一个人 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而且有这么多纷繁的事情 等到 要回家的时候 有时候把工作处理完 都已经八九点了 要回家 我突然间觉得 回到家 如果不开开心心回家 没了解 所以 开门一进去 我一定吸个 吸个开开心心的 那样子 然后跟我的孩子打招呼 跟我的家人打招呼 一定是这样 我发觉 我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后来孩子也都这样 我太太也是这样 那样子的态度 就是 你把你自己 这个 你能够 有一个观想 觉得 这个家的客厅 就是净土 就应该欢喜才对 你家的床 床就像净土 就不要把烦恼 带到那个床上去 尤其是 这个睡在床上的时候 还想一些 你很打劫的东西 床上应该是 喜乐的 应该是清静的 安宁的 才对 所以 有一个想 一个观想 正确的观想 就会导引我们 那么 它跟你接触的东西 当你观想是这样的时候 你拿起被窝来 一盖出 你会发觉 哇 这被窝好温暖 但是如果 你是愁眉苦脸的 然后边抱怨 才边上船 又不得不睡觉了 那个被窝 再好的被窝 它也变成 冷冰冰的感觉 所以 你处 作意 受 想 都一体的 都一体的 所以 观无量寿经 那个观字 其实就是观想 我观想的 无量寿 这无量寿 就是极乐世界 奥弥陀佛那里 最痛苦的人 我看过 我们讲起来 说韦提西 已经是最痛苦的人了 在这不经里头 你看 自己的儿子 创位 创了自己 父王的位 他偷偷地拿一点东西 去给 这个 他的 这个国王吃呢 结果 他儿子说 他的妈妈 也是贼 所以 要一起 要杀掉 所以最痛苦了 所以他求佛 那么 这个 这个佛告诉他 你要观想极乐世界 后来 这个 因为 这个 阿瑟士 他的重臣都反对 他们 不敢下这个手 后来 后来他也跪异了佛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个真正在那个痛苦的时候 能够 一恋之间 能够让自己可以 还能够保持一点 法喜 安定 能够让自己觉得稳定下来的 那就是想 就是观想 我们 这个 坐禅的时候 有禅观 坐禅的时候 一样有内观 有观想 那练佛 那个练 练练 不断 观想的极乐世界 也是观想 所以 观 这个 止观的这个观法 并不是只有天台家 他们 才用止观 是 那是 佛法里头 大家通用的 法门 一个是让心静止下 清静安定下来 一个是 这个 这个 产生智慧 用个正确的观想 来产生智慧 这个观想 我们来看 在平常生活当中 如果 那个人 看我一眼 然后 我的反应是 你是看不见 是不是 我是把它解释成 他可能 是不是对我 怎么样 但是我也可能 把它解释成 他可能认识我 有没有可能 或者在哪里 曾经见过的 或者是 他可能觉得 我这个人很面善 是不是 也许你也会 跟他笑一笑 说 嘿 你敢是什么人 也许 也许就 四十年不见面的 就这样见面了 最近 开了 这个大学 这个 毕业的 四十年的同学会 有的 不是同班同学啦 是 以前同一届的人 以前很熟的人 可四十年不见了 看了 你敢是他 你说你敢是什么人 然后 一谈 然后才慢慢 回想起来 有时候 我们还碰到一件事情 是彼此都不认识 握着手在说 到底你是什么人 然后一讲 恍然大悟 是这个样子 所以 因为 他不是只有一个班级 是很 整校的 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人 但不管怎么样 你了解 一个人接触 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 有的人 就会说在那个地方 他觉得 我不好意思 去讲 我已经 认不得你了 但是有的人不会 有的人 我认得你 你好像是谁 有的人 他就 我已经认不得你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人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 反而很健康 反而很健康 你看你怎么想 怎么想就怎么感受 怎么感受就怎么行为 怎么想就怎么行为 怎么行为就怎么感受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 如果你的手是冰冰的 你怕不怕跟人家握手 好多人怕跟人家握手 而且人家伸出所来的 自己的手好像有点怕怕的 这样 我告诉你 你就 你的想法在决定了 你那握手的姿势 以及那个热情 手冰冰的并不影响那个热情 你要弄清楚 所以应该是大大方方的 顺着过去握手 你的手怎么这么冰 说是呀 你不觉得大人冷静吗 那就好了 是不是 你就有一句话 就把它 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 有些事情 就是你的观想 你的想只要一变 你的行动就跟着比较自在 很多就会改变 所以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想 这个 如果 小孩子拿一篇作文给你看 你的着眼点是 都在抓错别字 着眼点在这里 你想的是什么呢 是赶快纠正他 所以每天都在纠正他 错别字跟哪里不通顺 就忘了欣赏 你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感情 你这篇文章写得很有见地 你这篇文章很有独特的见解 你这篇文章很特别 你忘了欣赏他 好 着眼点变了 感受变了 接触这篇文章的所产生的东西变了 所以本来 你应该是发喜充满的 现在呢 小孩子以后拿文章给你看的时候 一通屁屁串呢 他怎么会将来不考试 会产生惧怕考试呢 一定也怕 因为他惧怕 惧怕的受就跟着来 以后有了受以后想东西 就有威胁性 那想东西 负面的性的东西就多 退缩性的就多 所以五个因素 它是交叉一直在影响的 所以一个会影响其他的四个 不断在交叉 好 那所以 我们讲说 想 其实我们讲练佛 练练观音 练练是弥陀 好 你先系练他 也就是想练的他 你平常 你生活当中 你觉得 你就在观音的 这个法性里头 你就在弥陀的法性里头 那么 你看起来 这是一个 是一个观想 是如此 但是你会觉得 看东西 就自然而然 就笃定的多 那么所以我们念佛 有的人是 这个想是散乱的 就是 练一练就没有了 那有的人 他只要有空 他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他就一直练下去 心细练着 但是练佛 这个 这个 也是心 想着佛 是不是 这个练佛 所以你 练练不离佛 你的行为 你的工作 你的待人接物 也都是用决心 用慈悲喜舍 用一种喜乐的心来看待 这也叫练佛 因为 这个练佛不是文 不是只有声音的练佛 是我们家 进入到实相里头来 不是只有 口链而已 而是我们进入到 我们的生活实相里头来了 那么 这是一个练佛 那么练佛 本身一定有观想 所以你感觉到 练佛的时候 你觉得 你自己的身体 内部就像极乐世界一样的 祥和 清静 你做着练佛的时候 你感觉到 你的身体里头 你的学艺就是八功德水 你的身体的 这些骨骸 就是极乐世界的 这个清静的三河大地 那 这里面的器官 这里面 就是 这里面 这里的 这个 种种的楼阁千万 那你的细胞 你可以 说 它是极乐世界的 这个 这个众生一样 所以 一念佛 你心里面觉得 内在里头 就很 很优雅 而且你的身体 感觉你的身体内部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那个极乐世界 而这个极乐世界 就像春河 景明 就像 像这样子的温度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 又很明朗的那种天气 虽然不多 但你要感觉到是如此 你的学艺 就像 成策的八功德水 流贯期间 你觉得 你自己的身体里头 就是这样 你的身做完了以后 你的身跟心 因为你又观想 你的身跟心又相应 所以你会觉得很好 你要休息 要睡觉之后 躺下来 你想着 也是观想着 这个大地 内在的这个大地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像亲近的佛徒一样 你的学艺血管 就是流贯期间的八功德水 你的温度就是它的温暖 然后你觉得很清 很自在 很好的 那是透过你的想 所以你可以用着很多 所以处作意受想 讲到这里来 它都会互相的影响 它形成一个 它不是五个 是不是 不是四个而已 现在讲到想 那我也跟各位讲 想这件事情 我想着把法拿来我脑子里头 我用它来观想 那么这件事情 那么是我们有宗里头 所以有宗一直是 像净土 华言宗 这都是有宗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修行 它都没有离开恋佛 这个法门 按练的时候 就是 练到 你不练的时候 你的警觉性还在 这个练法才是 才是正确的 你的 叫做不练的时候 也是在 也是像在练 这怎么说 就是你 常常想练 我们常常想练 想练 这个东西一旦 养成一个习惯 牢靠了以后 你就不怕 为什么呢 我看 一个人 在他四大奔解 要往生的时候 身体四大奔解 是很痛苦的 都很容易 这个时候 神事都会 都会分繁 纷扰 那一段时间 不是 刚好有人在旁边 帮你助练 提醒 一直提醒你 也许 这是 算是 你有节来缘 而且 但是这个机会 不见得 人人能把握到 有时候 我们出去 在外头 随时 可能发生 这个问题 所以 你要养成 练不练 接练的 那样子的 那样子的 一种修行习惯 常常有它 如果还没有 怎么样的话 那你就应该 在你的 这个 这个 身上 常常 有一串 练住 握着 这样 养成这个习惯 尤其是 在病塌 到最后 要往生的时候 记得 那个链 一定要握着 紧紧的 古德们 在他们要往生的时候 他们 都拿来 把他们的戒蝶 这个衣钵都放在身上 放在身边 不离开 他的意思 就是说 让这个 这个想 能够 专注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往生 这样才可以 这种事情 我自己 有过一些体验的 这个 我记得 我跟大家 是不是讲过 这个 我自己的体验 我 这个 灯山跌下来 把脊椎 跌断了以后 这个 躺在那个地方 我整天都在练佛 但是怎么练都练不到 那种殊胜的 那种境界 我练佛 没练久了 我练佛 这个法门师 跟净空 是法师学的 然后 也跟他 学过 24小时 练佛 的方式 那 我自己练得很好 因为我本来就学禅的基础 然后又学练佛 所以 练佛这件事情 我会练到 有时候 真的 一心不乱 而且感觉到 坐边 都是 都是光明的 很殊胜 很好的感觉 我还请教过 净空法师 他跟我说 但是你 练佛已经练得不错了 才可能这样 但是不要 以后要练佛 就想着要看到那个光 那就错了 我说好 这个我会 谨记在心 可是那一次 这个重创了以后 因为我的下半身不能动 麻 麻痹了 我甚至于感觉到说 好像以后可能连走路都有困难了 所以等着开刀 所以躺在地板上 那些日子是很辛苦的 这个 早上 我太太把饭 煮了 便当就放在地板上 因为我只能在地板上 这样趴地走 后半身就这样拖地这样 回来了 她做饭给我吃 所以我突然想着说 这个日子将来怎么过呢 你看看这种挑战 你说坐意受想吃 你哪一个来看 通通都 整个都垮掉了 以前所有努力的 到这个地方来看的 就是一片的黑暗 所以 我太太有一天回来 她跟我讲 她说 郑士言 我有点话想跟你讲 不晓得可以不可以跟你讲 我说 你讲吧 但是 你学习 你学学得很好 你助人的工作很成功 很多人受益 我知道 别人也都知道 你 学禅 学佛 也学得很好 你讲的也很多人受益 可是 这些 你好像自己没有受用哦 她给我点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惭愧 她去做饭了 吃过晚饭我还躺在那里 我有了答案了 我转世成智了 你说 太太 你听听 我的 就是以后必须做轮椅 我也心甘情愿 我做完灵椅 我可以在轮椅上写作 因为我的脑子还好的 我的手还好的 只有下半生不能走而已 就这样子 不是明天才开始 也不是后天才开始 是此刻当下就开始 请你帮我拿一些 我的书下来 我哪里有一些布置 跟有一些 这个纸 帮我拿下来 我开始要来写作 这就是我写作的开始 我转来那一个 那个悲观的念头 变成一个正向说 我可以这样做了以后 我开始做了 所以 我写了四十几本书到现在 我会写作这件事情 我怎么让也没有想到说 我会去当 会写作这件事情 但是 是 是 就转一个念头 就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后来也很奇特 就 就 医疗上也很 也很顺利 我这个 自己又练了一些功法 包括 像香功 什么八段锦 太极拳 我只要能够 可能有点用途的 我都去学 不只学 我还把香功变成禅操 你们什么时候想要学的话 我还把它变成禅操 因为每一个香功 我都给它一个禅 在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意涵在里头 在你做这个香功里头 去同时去做这个mental exercise 做这个心灵上的一些修持 那么 我经过这一次以后 我知道什么叫转世成智 但是我也知道一件事情 我知道人在四大奔解的时候 我练佛 怎么练都练不应 我每天在练 还弄那个练佛机 帮忙练 怎么练都还是痛 没有看到那种 入定 或光明那种感觉 没有 只剩下 只剩下痛 只剩下很绝望 就这样 各位 我的经验可以 你可以当作 一种参考 一定要练佛 练到真的深入才行 后来 我打坐练佛 有一天 好想阿弥陀佛 傍晚的时候 我好想练阿弥陀佛 又痛 又不能行动 很想练阿弥陀佛 傍晚了 我太太回来 我妈妈也过来坐在那边 两个女人 看一个男人 一个是妈妈 一个是太太 躺在那个举木拼花地板上 我突然间看到外头 那个夕阳 膝下的那种 那是夏天 那天 非常的光彩 夕阳的美 突然间 好想念阿弥陀佛 所以 我就用爬的 用酸的 爬的 用气味 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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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的小树房去 硬把腿 搬起来 那是整个痛 用手搬着桌子 搬上盘起来 就无论如何把腿 搬好在那个地方要 念佛 然后这一次的念佛 想佛想的真切 就像想 就像小孩子在想母亲一样 然后放声念阿弥陀佛 那个念里头有球 那你练有很 有这种 真的是如子亦母 如母亦子那种感觉 就练了 结果我练了三十几分钟 四十分钟 我听到我的脊椎 腰的地方 啪啪啪啪啪声 我自动开劲 我觉得通生舒服 我把腿拔开来 就麻的部分 就只剩下小腿 下半段这边来 这些他已经可以了 我要出来的时候 那两位女士还眼睛张这么大 赶快躺下去 对那天晚上 我跟刘华昌教授 我跟他打电话 他跟我讲说 他跟我回答说 奇迹 这是有的 你要好好地珍惜它 你不要动 明天如果怎么样 我派救护车去把你给弄来 然后再帮我检查完了 他跟我讲说 恭喜你 你不用挨那一刀 但是你必须要 现在病房有了 你必须要摆在这个地方 要把你给拉住 拉一个月 所以就愿一个月 但是我在这一件事情上有一个体验 就是人 到了真正病痛很厉害的时候 你平常不下功夫 但是你练佛要练到可以一心不乱很真不容易 我讲的是实在话 所以观想练佛 观像练佛 慈离练佛 实相练佛 其实通通归入可以融为一 融为一 但是观想练佛 但是观想练佛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你透过观想 透过你身体里头去调整 它效果很好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为什么会把香功 把它用禅的这个禅法放在香功里头 就是因为透过你做那个禅操的时候 可以同时产生观的效果 你的身心就融会在一起 就不只是你的气脉的问题而已 是你产生了观的效果 所以讲到观想 大家一定要这个生生 都要这个观音菩萨 要生生都是阿弥陀佛才可以 我有一次 我常常都会有这个念佛的 这个会扶上来 我有一次 我这个坐飞机 飞机飞飞飞飞 这个碰到一个乱流 咻下来 那下来 已经我感觉都快要到海面了 碰到碰又上来 我看大家都叫了一声 好大的一声 你知道大家叫什么吗 都叫吗 简直有趣 我叫出来的是阿弥陀佛 我那次我自己觉得 我们一定要长期去努力才行 我希望你在做梦碰到 做到噩梦的时候 你也会叫出阿弥陀佛出来 你也会叫出观世音菩萨出来 那你就表示你中的这个 这个我们用这个观想的这个法门 你真的是深入到比较深的地方来 我们是这个部分是透过转世成智 是透过有中来修行的 那么用这个这个法来转动我们 所以讲到这里 我也顺便跟大家讲 有一次 我上飞机 以前到南部到东部多数坐飞机 现在到南部坐高铁 坐飞机 我习惯性的 没事就 拿着这个念著 就 就 就念佛了 这个空中少爷 看到我在念佛 他走过去就走过来 的时候他跟我讲 你害怕吗 我跟他讲 害怕 他说 不用害怕 很安全的 不用害怕 很安全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讲才对 各位 我所谓的害怕 是怕你念头中断 你要养成一个念头不中断 念念不离观音 念念不离阿弥陀佛才行 你一离 如果有一个东西 饮又来 醋又来 是不是 那这个座意又稍稍 闪失一下 是不是 想的东西又到比较交参器 湿的又是一些恐惧 所以眼 为什么叫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呢 你靠的是 靠的是 我们修行的这个法门 你才有办法 把这个 射受 把这个 这个 处 作意 受 想失 就是整个都把它 整个结合到你的念佛上面来 所以 念一身佛号 千万法门 你应该了解它的意涵 了解的 你了解 也佛号 光是这样一个想下来 就产生这么大的 一个 对我在我们的学佛 念佛上 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 想的事情 你怎么想 那么 你就会怎么做 怎么做 就会怎么感受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 我们有时候 有一些想法 很特别 我们在心理学里头 常常都会举 有一位 这个 这个 精神医学的 大师啊 就是 这个 瑞士人 叫 卡尔用 就 荣格 这个人 那荣格呢 他自己 在他的传记里头 他自己讲了 这个故事 我很喜欢读 读外国人的传记 他会把他自己 碰到的最怎么样的东西 害怕或者是错误 很清楚地写在那里 他是怎么 后来是怎么样跑出来的 但是 中国人过去的传记 都比较喜欢歌功颂的 影恶扬善 所以 你看得到那个 那个启发性的地方 我觉得 外国的传记 有时候 比较容易 得力 得力 那他在这传记里面 讲这一段话 他说他在 国门小学的时候 那么 五年起 他有一天 从学校回家 追追打打 跟同学们 结果不小心 就跌到 那个 那个堤房底下 就 撞到土堤 就 就 晕了过去了 他说 他是怎么被救回来的 也不知道 就是他回来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了 医生也来看了 那么 荣格呢 这个 当天呢 这个 过了第二天 他觉得还有一点晕 他就跟他爸爸讲 他说我还有一点晕 我爸爸 刚才的 那没死 现在好感觉 你今天带你多休息一下 就让他休息 可是在休息一天以后 再隔一天 要去上学了 他想着那一天 又要考国语 又要考数学 国语也没准 比数学就没得多好 所以 他就跟他 想到一个想法 就是 就跟他父亲讲说 我 头还痛 还晕 他父亲想 多休息一天 多休息一天 你千万不要 但是这样子 连着三天以后 他真的 就越来 越不想去学校了 就干脆跟他 爸爸讲说 我头晕 我头痛 所以他父亲就带他 到处研衣 也没效果 结果 好长一段时间下来 都在家里 他也不敢去上学 人的想法变负面的 有一天 他躺在病榻上 他的父亲 在客厅 跟他的朋友聊天 谈谈谈谈到 他的孩子的身上来了 然后他父亲 叹了一口气 好像很 很担忧的 这样一口气说 我真不晓得怎么办 我的小孩子到现在 每天还不会好 我把我毕生的积蓄 通通都花光了 但是还不会好 不晓得往后日子怎么过 这个话讲完 的时候 荣格在病榻上的 这个五年级的孩子 把头抬起来 听得清 听得清凑一下 啊天啊 我的这个病 把我爸爸已经搞到 他不晓得怎么活下去了 无论如何 我不可以这样子 他当天晚上跟他的父亲讲 明天我要去上学 请同学陪着他上学 走到一半就倒下去了 真的倒下去了 所以 所以又送回来 再隔一天 就在家里 他说他躺太久了 晕是因为躺太久 在家里病太久了 所以他在家里练习运动 所以又去了 结果那天去 上课上到一半就倒下去了 学校又把他送回来 那家里说 你还是不要去好了 那不行 一定要去 他心里面一直想着 我这样子的想法跟行动 已经害到我的父亲 不晓得怎么活下去了 所以 后来又去了 终于坚持的 早上跟同学去 晚上跟同学一起回来 可以正常上学了 他在他自己的 传记上这么写的 他说从那天开始 其实我已经领略了 什么叫做精神疾病了 想法一旦负面 一旦它就会伤我们 很重很重 你自己都有这种经验的 但是我们常常是一厢情愿 裹在那个地方 跑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要什么 要警觉的意思就在这里 自己要警觉 我已经跑到 这个消极性的想法里头 不行了 所以这个纳贝尔的 这个物理讲的得主 这个费曼博士 他讲了一段 他自己的故事就是 他在谈恋爱的时候 不 已经结婚了 他的太太呢 就把他削铅笔 把他弄一些铅笔 他有时候画工程图 需要用 有一天呢 他铅笔下好了 就在上面写一些 比较轻腻的 肉麻一点的 轻腻的话 写在那个铅笔上 然后就 这个包好了 就送到 他先生的办公室去 然后第二天 他 他是游记过去的 这个 他 费曼就说了一封信 是他太太寄来的 他说怎么样 我在那个铅笔上 写一些 比较轻腻一点 肉麻一点的话 那个铅笔 你也没有拿来用 我就知道 你可能会不好意思 拿来用 你管别人怎么想 所以 费曼 他 就是因为 他太太给他提醒这件事情 只要你做得对 你管别人怎么想 你常常去想别人 都怎么想的时候 你双方的都不用做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想得正确 做得对 你不要去担忧太多 该去做 该去怎么样 就是忍让也好 或者是进步 去做一些争取也好 不要以为 我们这样 就 别人会对我们 做 做有什么评语 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 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你不要太介意这种事情 但是 想法要正确 想法要正确 那么 其实想法里头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乐观的想法 跟悲观的想法 我们讲乐观跟悲观 我们讲观想 它就是想法 在我们心里 费里德说 乐观的人 有一个乐观的思考模式 也是一个思考模式 悲观的人 悲观的思考模式 你看 乐观的人 他只要冲到一些 挫败的事情 或失败的 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 这一个乐观的人 他会 一种叫区隔思考 就是 我只有这个地方没有弄好 其他还好好的 我只有今年没有赚钱 明年并不表示不会赚钱 过去也并不表示 我做得不好 我今年考鸡 考乙等的 并不表示 我明年一定也考乙等的 现在在谈饼等的 是不是 但是 我一个饼并不表示 我一直都这样 是不是 所以这样子的人 他就不会一直 躲在那个地方 走不出来 我也只不过是 鼻子长得 比较塌塌的而已 其实 我的眼睛很有 炯炯有神 我的眉毛很清秀 耳朵看起来很有福气 牙齿很健康 这不是很正向吗 但是他区隔 我只有这个 而且 我这个鼻子边边的 也有个好处 谁认得我都记得我 就是那个 平衡平衡 我要培养一些信用 培养一些做事情的热心 培养一些对别人的 一种热情 然后 就是那个 那些 那个阿兵 很有热情的 很有热情的 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只有眼睛很细 他说阿妹 好啊 你就叫我阿妹 没关系啦 但是你别哭了 说阿妹 我阿妹是妹 有一目了然 那种人很乐观 你知道吗 都不用去 不用去整容 不用什么都不用 那些人 我觉得 他们真的很达官 那是 这个想法之间 你看啦 就是说 乐观型的人 在碰到某一个缺陷的时候 他会把他 区隔在那里 而且这一点 还可以把他 想办法把他超越 那个是乐观认 是很正向的 那是乐观的 悲观的人 就不是咯 像我这般的 也只有 谁做三杯三杯 谁看得起我 像这样子 怎么嫁的 怎么 怎么 有找到对象 怎么 我们娶到老婆 我要去跟人家面谈 人家会 看我这样子 会看得起吗 这个人 婚姻也完蛋了 要去找事情 自己也信心不行啦 感情感情不行 工作工作不行 越来越讨厌自己 所以光是眼睛 就已经把自己 给打垮了 这就是 那个想就坏掉了 我们觉得 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 想这个部分 非常重要 你那个想 只要杀杀 有一点点改变 就不一样 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 做一点小生意 在台北 要去收账 卖东西 是塞啊 收账是塞乎 以前是太太 不是像现在 那个时代就不一样 我去收账了 我去收账了 我一进去 哦 大爷 今天来给你收账了 眼睛张这么大 抬起来 你收什么账 我是收账 他现在说 我收什么 你收什么账 很坏的就对 刀子开开 他一大片 一大片 把他拆在刀上 把他拆下去 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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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你问这一大片 你这个时候的想法 會不會全部囤頓 會 但是我的反應卻不是 我跟他講說 欸老大 金銀三不變 大家都出外人 今天如果不方便 你後天腳電話告訴我 我再來收就好了 你不要這樣想起 好 好 嬌叫了 我就趕緊 好 嬌咧 他再次來跟我說 出外人 你哪裡來 我宜蘭來 他說 你哪裡來 我問 我問 你是哪裡來 他說 我就自己來 我說這樣都出外人 他說對 出外人這樣很好 洗了 泡茶 慘了 茶的體質沒喝 怎麼不乾淨咧 所以 待會兒再為他開工一講 茶喝一講 我跟他說 我明天要送金 我如果沒有去想 我明天要洗腦 靈心我們再說 再說 我就 感謝你的地 我就 愛也開心開心就對了 問題就在這裡 你怎麼想 你底意很高你就變得很僵 你稍稍怎麼樣 就會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大家不會覺得 變得很緊張 所以 怎麼想 就怎麼產生什麼行為 就會產生什麼感受 回過頭來 你接觸了這個人 所產生的那個也不一樣了 所以 我覺得唯視根本是一個非常好的心理學 就是這樣 我是一個專業在心理跟教育的人 我研究唯視了以後 我發現唯視是東方的結構心理學 他看自己是結構性的 一個行為影響他的 這個行為產生的時候 處 作 意 受 想 事 就普遍影響這個的因素 就是這個樣子 影響你的人生也是這樣 影響你做一件事情也是這樣 處 作 意 受 想 事 就是這個想本身就影響我們 這個想包括我們科學的思考 包括我們證據的法則 包括這個邏輯的一貫性 經驗的檢證性 要拿食物來做實驗 經驗的檢證性 跟這個道德的可惜性 這個行為跟道德的判斷上 是不是可以相符 所以我們了解 想法其實它會引導我們 形成我們的做法 那想法當然它也會影響我們心田裡頭的東西 所以最後那個呢就是 就是處 作 意 受 想 事 那第五個就是心田裡頭的事 好 那麼 那 想法的這個部分 有時候我們有些想法是災難性的想法 在講義裡頭我看 寫在這個地方 這個Aaron Beck 這是我們心理學界的這個大師 他講的影響我們負面情緒的 會讓我們心裡變得很低落很煩惱的那個想法 他列了這幾項 我覺得很有道理 誇大 就是把不好的東西誇很大 就誇大是很糟糕的 一件事情小小的問題把它誇大 會不會 會 小孩子寫作文給你看 你把它看一看以後只有一個錯別字 你去把它誇大 你老是寫錯別字 這個作文已經改過幾次了 你是無頭靠還是無頭靠 就誇大了 這個小孩子也會吸收你講話的方式 將來會變成他在思考 但人間無上也是用這種東西 其實應該很清楚 說嗯 你這篇文章寫得很細膩 有感情 我很喜歡 而且分段也不錯 只有一個 這個地方只有一個 湊蟲的這個字 你自己把它改一下 那小孩子的信心會覺得好 因為你是沒有去誇大他那個 那個負面的那種東西 反而你會是去正視那個有的東西 真正好的東西 所以誇大的人 只要自己有一點小缺陷就會把它誇得很大 自己有一點小損失就會覺得自己他對我的影響是有多大你知道嗎 被人家罵一下自己就覺得自己很受委屈 人家是多麼樣子的這個不饒他 所以很 很高的頭痛 這樣負面的思想就會很多 第二 第二 無視於積極面 就是如果一個人 在他的生活當中碰到一件事情 只看到了消極面 看到了損失 看不到他正向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人一定情緒會很糟糕 打個比方 比如說 這個我們這個跟人家討論一件事情 那麼別人講了裡頭 都把注意力都鎖在他有意見的那一點跟你談 談完了以後你回來會這樣想 說我看他味道還不會都在背面我 那就是你一直都沒有看到他正向的 你如果有正向的時候你回過頭來說 除了這一點你跟我有意見 其他的東西你都同意 他沒有別的想法 他說其他的我不管我只管這一點 我說好那我懂了 其他的我們就先把它擺一邊 我們已經有交集這個 這個慢慢再來談 百分之九十幾多層 那個人的思考模式是 而且那個溝通的模式也是比較大的 但是 產生很大煩惱的人是 整個都把他放在負面 就這樣 那麼各我化那個不是早 各我各我化 什麼事情都幫他想到 自己都是我 如果不是我這樣 今天是不會這樣 如果不是我說不對的 別人不會用這個眼光看我 都一直各我化負面的來看我化 這個情緒會會變成壓力會很大 要知道也不要這樣就好 我實在是有夠衰 我實在有夠無能 我實在有夠把它擴充出去 這樣的話自責會很厲害 情緒上會往下掉 受會很差 味道陰 你開始穩濃一點 你給你 eram 你看另外一個人魚魚魚魚 solution 就这样子 他把什么东西都把它过度的累化 负面的过度累化 发生问题 妄下结论 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 你不用拒绝我就知道你反对了 这些 这些也是想法 但是也是会产生严重的 我们的感受会变得很差 我们的着意点马上就会 就会 就会位移到另外一个负面的地方去 做意点就会 所以修行是什么 这个 维世里头 他就是把这东西给你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可以 这个 很 很活的 就是说很实用的在平常生活当中 我自己会去留意 那你这些留意留意好了 你的生活适应好一点了 发喜就增加 发喜增加压力减少 人的这种 这个 这个 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 焦虑减少了 忧郁减少了 压力减少了 敌意减少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脑子里头更清醒 那就叫做清静 我就不会被一个消极的或者承见或者偏见或者消极的一个念头给困住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是清静的 可是我们却有很丰富的知识跟很丰富的回应力就跟得来 这个地方我们在修行上有时也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一个偏行 透过心所把心所转变成智慧 所以我们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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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波仁也就展现出来 所以你去看 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聖言師父在觀音法門的一本書裡頭 你看他會講這個入流往所 我有一次到山上去 我跟他談到入流往所 他很高興跟我談到這個事情 其實他是這個觀音法門是反聞自信的 因為我反聞到我這個聽聞的那個最後頭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自信 也就是我們的佛信 所以當我們這個文所文靜 靜聞不住到最後都不知著他的時候 忽然超越出來獲二殊聖 一者上和十方諸佛本廟決心 以佛同一慈力 二者下和一切六道眾生 以諸眾生同一悲養 那你就知道 這個反聞自信的這個觀音法門的這個觀音 這個法門 你最後成就的 是有更多的知識智慧 活潑的去面對 所以一方面是上和十方諸佛本廟決心 對那個決的地方 第二個是 與一切六道眾生的這些事事物物 多用慈悲 多用我們的知識去處理 去能處理得很好 所以他既是人間的幸福 同時也是究竟圓滿的法門 所以他寫這部觀音法門這個地方的 大家要找時間要把它讀一讀 好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就講到這裡圓滿 好